相信小伙伴们在跨年夜都玩得十分开心吧 每一个卫视也都是明星云集 吸引了很多观众 跨年夜能够有自己的爱豆陪伴 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 并且还在现场直播 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共同跨年了 很多观众也只是恨 自己没有多台设备来同时观看每个频道 但因为是直播的原因 完全靠着摄影师来给明星们照相 跨年的晚会现场却成为了大型的卸妆活动 每一位明星仿佛都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完全没有了修图的待遇 而摄影师也为了营造一种真实感 把滤镜全部关掉 幸亏你明星们的颜值很扛打 就算是没有滤镜的加持也很漂亮 而湖南卫视的主持团就比较亮眼了 特别是吴欣 他之前在主持方面备受之一 现在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成功证明了自己 不仅在舞台中的表现出色 还营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 现场吴欣就算是失去了八层滤镜 也完美地展现出自己美好的一面 咽压群星 成为全场最漂亮的女明星 今年到跨年晚会还是很成功的 每一位明星都上台表演了自己的节目 并且收获了粉丝们的喜爱 很多影视演员也精心准备了歌曲或者舞蹈 给予了粉丝不一样的感官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相信诸位明星们在新的一年中 有着更好的表现呢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